传书编款,传科的编款,简易之行示范3 我们来看这个地支,天干地支的地支 这已经比较复杂了 刀子呢,要注意这个尺就像我的刀子一样 有不同的入口角度 第一个横划这样切进去 然后这里是,以这个刀口进去,左边稍微测一下 然后再来,这个中间的,轻轻的就好,不要太大力 稍微碰到就好 因为等一下这个横划会压过去,所以没有关系,不要太大力 这里可以这样切,或者这样 这样切会比较挺,这样会比较尖,看个人喜好 这里长横划切过来,要有写度,这是纸 稠,切进去压,然后再推,挤一下 然后这个要重一点,比较好,比较扎实 里面就不要太重,轻一点,然后这里再补一刀 从这里,从这个笔画里面切出来,然后连在里面 长横划稍微长一点 影子,可以这样子,或者这样,看个人喜好 然后这边我习惯这样,长横划,然后这里推上去 注意看我这个入的角度 这里一个长横划,这里面一个横划,小心不要太用力 不然这笔画都会崩掉,这里一笔,这样一笔 这里再一个,进去,也是从里面小心 然后再,尽量跟写字的次序一样 对字型才容易掌握,如果熟了就没关系 这边喜欢用这样子,向左勾出去的感觉 然后这里再一点过来,最好要有呼应,会比较好看 毛,这里侧着一点,可以重一点,这个侧 然后再来短直画,这边从这里切往右上,切往右上过去这样 然后再来一个横划,接上去,这样推 勾,可有可没有,这一点点没关系 然后这里看情况 这个有时候可以拉得很长,看情况,要看整体的张法,正毛 层次,切,这个已经蛮多次 然后一个横划,两个横划,可以短一点 也蛮好看,如果短一点这个直画就长,如果这长这个直画就短,都可以 一点点三角,要不要也都可以 然后側斜一下,刻这个,然后再转回来,刻这个 因为这鞋笔,印章稍微卸一下,比较好,刻 四,这一个,两个,这样 然后这里厚一点,厚一点,复合钩这边要记住 压下去要一个弧度,如果太长,到一半,然后转,移过来再继续转过去 要这样子 五,短短的,然后要厚,这边要厚厚,所以要側一点 一个横划,然后再长横划,直画也是看情况,可拉长或者短都可以 胃,一,二,推上去,讲过很多次,这有卡到,要看石头 容易绷的就要分短,不会的话,就直接推,没关系 好,石头就不需要分,过来,这里有一点点,可以做可不做 然后这里,然后这里,左边尽量重一点,因为这边比较轻 所以这一笔要重一点,右边反而就轻 深,一笔,两笔,三笔,从里面,一,二 然后这个也是长刻短,看情况,推到左边要推一下才厚 然后油,一,二,三,四这样,里面短短的 小心不要太用力,不然会绷得很惨 最后一笔再重一点,把它接好,因为这里比较弱 虚,可以先横划或者这个,都可以,习惯抓得到就好了 然后再一个短横划,要斜一下,只要那个印章斜一下,这样子推 推到这边一定要,刀子到这里一定要转一下 才会有这个尖产生,然后再回来,顶一下,这不要太重 可有可无,然后这里转一下,这样推 可没看到,这样子推上去,然后再回来,补这一点 嗨,这样上去,或者切,解渴,然后一个横划 好,这边,可以接起来,接上来可以,然后再一个,切进去,压 用这样压过去的,从这里入刀,这样才会像写楷书一样的感觉 好,长横划,要有一个弧度,或者直划都可以,这没关系 这里也是一个,然后再回来,点这一点 好,这个是先解说 好